你敢信游蟹的牌库竟被削得仅剩五张卡吗 后面还要面对残血的布雷欧与满血的南花让 这他喵壳怎么一穿三了 五张卡打两人即便是王漾来了也做不到吧 布雷欧的回合 他要再次一举两格 拉星成龙同归于禁并削掉游蟹七张卡 天真 本帝王蟹早就料到 陷阱卡同条打击组件 效果上升装备怪兽1000点攻击力 布雷欧果断反制 竟是陷阱卡效仿 效果当对方怪兽的攻击力发生变化时 上升自己怪兽同数值的攻击力 至此3500对3500 游蟹不光没了主力 还要舍弃掉七张卡 布雷欧表示还没完 再来一张陷阱卡条因崩坏 效果当对方同条怪兽因战斗而被破坏时 强制对方玩家舍弃同怪兽星级数量的牌 目前牌库中仅剩五张卡 冷静如谢哥都忍不住的直冒冷汗 此刻独角受队的两人开始排击互吹 胜利的方程式是由安德烈的用卡之举 布雷欧的惊人计算力 以及运筹帷幄涡之中的兰花让组成 而说到布雷欧的计算力 各位可能不知道他的生优是GX中的三种了 我勒个去 你手牌中的魔线多到离谱了 就在游蟹抽完卡研究战术时 布雷欧突然发生 翻开永续陷阱炫祸的三色 游蟹见状猛然一惊 这张卡的效果除了封锁攻击 还能强迫玩家抽一张卡 如果是魔法卡就要加入手牌 如果是陷阱卡就要和一张手牌一起被送入目的 如果是怪兽卡就要与一张手牌进行互换 回到卡组的正上方 而游蟹也可以通过舍弃一张卡组破坏那张陷阱卡 独角兽队将游蟹拿捏到了极致 他们笃定游蟹不会进行冒险 因为游蟹要是使用高速世界2来破坏炫祸的话 另一张陷阱卡毁灭的扳机就会启动 那是一张能炸掉对方五张卡组的致命陷阱 游蟹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他大概猜到了对方的设想 于是游蟹决定不按场理出牌 要赌就赌一把大的 自动接受炫祸三色的效果 游蟹注定一抽 根据三色效果返回一张手牌 召唤劳魔的废品同条式 聚集的斗志将唤醒怒吼的魔神 成为光芒闪耀的道路吧 不对啊哥们 你那卡资料里没有啊 这是老子新采购的卡 当他被同条召唤成功时 即可根据同条素材的星级 破坏对方同数量的卡 游蟹逆风迎上 命令废品破坏王直接攻击 布雷欧不甘就此陨落 陷阱卡伤害之矛 好家伙 你们真是一群重坑玩家呀 效果降低对方怪兽1000点攻击力 给予对方玩家1000点伤害 至此布雷欧败北 游蟹完成四张卡组的一穿二